大家好,歡迎來到安格斯頻道 今天我們要分享什麼主題呢? 就是這邊有一把菜刀 這個菜刀也是越來越燉 所以切菜不好切 所以定期就是要來磨一下 那多久磨一次呢? 大概一年磨一次應該是可以的 比較剛好 那半年磨一次更好 可是沒有沒事閒錢沒事幹在磨刀 大概平均一年磨一次就不錯了 兩年就勉強 這個頻率自己抓 不力就可以磨 那我家買了很多種磨刀石 這個上面都有編號 這是兩用的 兩層的 上下是五千號跟一萬號 這樣子 那這樣這邊還有 八千號三千號 這些號數越大呢 就顆粒越粗 號數越小 就越細 那粗的先磨一磨 再來磨細的 通常我最喜歡磨的是用這個 最後的 因為它最多可以磨到一千 一萬 最多可以磨到一萬號 就很細的 那五千這樣 其實買這個應該很夠 這樣 那最早我是用這個 這個可能是一千的 更粗的 這樣 那因為我家裡用的刀都不會 損傷過大 所以只要用這個 最細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去角 更慘的話 那就要先用那個 砂輪機磨掉 粗磨再去磨 這個粗一點的 再來磨最細的 順序是這樣 那最後磨完了 刀子難免還有 還有一些 毛邊非常細微的 最後一次就是用這個木頭 這個木頭在這邊 你看很多刮痕 就在上面刮一刮 那個 微細的那個 那個那個毛邊 就自然會粘在這裡 這是最後一道的 細微磨 居然是用木頭 這個我看老師傅用的 自己去砍了一塊木頭 來當作磨刀石 所以這個木頭也是磨刀石 當然 最精細的 各位可以看到 以前有老師傅 在剃刮鬍子 剃人家的鬍子 剃人家的鬍子 理髮師在剃鬍子 他是用那個 皮革在磨他的刀子 喔那就更細了 所以 越細的話 就要不同的 想磨越細呢 就要不同的磨刀石 OK 好 話不多說 接下來我們就來 開始 磨刀了 好 放一些水來 現在開始磨了 直接就是磨五千號的 先磨五千號 然後下面有個膠墊 墊著才不會傷到你這個大理石的面板 然後這邊我也是鋸了一塊木頭 頂住它 這樣才不會這樣子 我就很難磨 這個空間狹小 把它甩開到這裡來 我比較好磨刀 所以這一塊板子是這樣的用意 那我們首先可以浸在 把這個磨刀石浸在水裡 讓他先吃飽水 吃飽水比較 充足的水 可以來磨刀方便 好 開始磨 我們雙手 這樣 這大概是三指就可以了 這樣 壓著 為什麼要壓著 你自己去手感 感應它 然後過去出力 回來輕輕力 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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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自己拿捏 那平均力也可以 這個拇指可以控制這裡 等於下壓 回來 下壓 去 靠這一 這個中指去下壓 回來靠拇指下壓 這樣 這樣 這樣的磨刀就非常好 中間這兩指幹嘛 穩定性的控制 讓你的刀不會亂滑 割到自己 到精準的地位去 去磨刀 因為他這刀有一點 稍微弧度 所以 這邊 你就變成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然後這一邊 就變成要下壓 這樣的感覺 因為有一點弧度 所以你的刀 不是這樣 這樣子 你只會割到中間最高 最高點 你不會全部 都去磨到 你只會磨到 中間的而已 這樣 如果你一直來回這樣磨 只會磨到中間 那這兩邊都沒磨到 所以 你要 你可以 先磨前面 這樣 然後再 再磨後面 這樣 這樣的意思 我手摸著 其實沒出力 其實後面是 其實後面是這樣 這樣 然後中間也會磨得到 這樣的話 他大概就磨完了 這樣子 那 剛剛是這一面 現在我們反面 反面一樣的道理 這樣 現在用到這樣 這三指 加 十指 剛剛磨指 這樣 我們先 先這三指磨 這樣 磨快一點 就是這樣 這樣 現在換這三指 然後你看 你看 是不是這些鐵線磨到這裡 我們就可以 把它沖掉 這樣 好 那這樣五千號的磨完 我們就換 換邊 好 好 好 OK 剛剛磨過了 方法我們都一樣 我們現在快快速的磨囉 不太講話 不太講話 方法 方法是一樣的 換邊 好 那這拿刀是有角度的 你看 這樣的角度 不是平的喔 因為刀刃 隨著刀刃的角度 這樣 隨你的拿法就是 我這磨不到刀尖啊 你要磨得到刀尖為準 你看 這個 有一些鐵砂鐵蟹就會磨出來 沒有鐵砂鐵蟹就是錯誤 就沒磨到啊 然後你用雙拇指可以去磨一下 有沒有感受到那個力度 變化 到底有沒有磨到刀 好 最後再 微調一下 輕輕的磨 好 這樣整個就磨完了 磨完了 最後 最後就是 換這一個 這樣 割 割 割 回割 過去割 回割 過去割 這樣 割個三五次 這樣就可以了 好你看 這個 越割越粗糙了 但是他會把 那個毛邊 都刮在這個 木頭上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磨好的 力不力呢 我們用這個 我們用這個 菜 來切看看 這樣 好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成功了 這樣切絲也是非常好切 OK 好 以上就是這一把刀 磨刀 的磨刀 後 的測試了 還有他切的力度 OK與否 這樣看 非常好切 OK 好 這一把刀 磨刀 成功了 OK 以上分享 掰掰